该主离合助力器为非四条式,使用时需要对其进行检查及调整,以免造成离合器系统故障,检查内容如下 1.离合系统应无漏气或漏油现象,总泵油壶至少应有三分之二的油量,若油量不足,需及时添加 2.不踩离合踏板时,总泵推杆与总泵活塞应有间隙,并且间隙不能过大,一毫米左右,若不符合要求,需及时调整 3.主离合外置壁应有空形成,向前拉动助力器推杆及外置壁时,自由形成为8至10毫米,若不符合要求,需及时调整 4.检查系统气压不低于7磅,离合踏板从初始位置踩到底,助力器推出总形成为28至31毫米,若不符合要求,需及时调整 4.该复离合操纵为机械时,使用时需要对其进行检查及调整,以免造成离合器系统故障 5.检查内容如下,复离合外置壁应有空形成,向前推动外置壁时,自由形成为15至17毫米,若不符合要求,需及时调整 谢谢观看